重視建立工作是在建黨出席就開始了 那應當時它就是蘇聯的可可歐的影響 也是在他們的蘇聯的可可歐的培養 所以有很多優秀的特工人員產生了 那麼這個系統從中共誕生以後一直就維持著 那麼它目前的情況下在中共和平崛起的時候 它這個建立工作是它的重要一款 它更多的是在這個科技情報 工業情報方面比較重視 目前對它的力量增加有重大的幫助 但是打入到用派遣人 打入到對方的核心部門去切記情報 這不是很容易的 這是要用很長線的計劃的 那麼這個這樣的人一旦被抓了 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因為它會暴露出很多問題來 就像當年的這個余強森 原來的中央政治就成為余政森的弟弟 余強森就因為女性的問題被美國在建立當中俘虜了 俘虜以後她就背叛了中國 結果呢就是暴露出金屋台這樣一個案子 金屋台是中國長期培養的一個敵包人員 結果呢就由於余強森的叛變 就被這個被捕了 那對中國情報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那也導致了余政森很長時間不能夠到生結 所以說呢對中國來說是影響很大 據說鄧小平當時捨封生計 就是說這樣重要的人物被審視了 就是對中國來說等於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說英特爾相信中國的這種長線的 跌包人員並不是很多 這次被逮捕的這個 這以後呢我想英特爾對中國 對美國的跌包戰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損失 但是這個跌包戰不會停止 還會繼續 英特爾中國還會有更多的方式 來達到它自己的既定目標 美國也會